我们知道,人类的武器技术从古到今只有一个目的,那就是最有效的杀伤人员,歼灭敌方有生力量,因此,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武器的威力越巨大,对生命的伤害也就越恐怖。 但是,有这么一种武器,它不会伤到对方的一兵一族,却能够对现代军队造成巨大破坏,为世界各国所高度防范。 它的诞生,伴随着二战末期,广岛与长崎的核子光芒,一登场就令人印象深刻,据资料显示,当时遭到轰炸的广岛和长崎,那些远离核爆区域的城区,电子设备都受到了严重破坏。 说到这,可能有人已经猜到了,这种武器,就是电磁脉冲武器。 随着技术的发展,现代军队中的电子设备越来越多,甚至多数武器装备,一旦没有电就无法运转。 武器越先进,这种现象越明显,知迷们都知道,一艘现代航母防护力非常强悍,哪怕是一枚核弹在几百米处爆炸,也无法让其沉没。 但是电磁脉冲就不同了,它不会杀伤舰上人员,只会破坏舰上的电子设备。 我们以美军的航母打击群为例,舰船动力,相控阵雷达,卫星通信,甚至舰载机引擎,大大小小各个子系统都依赖电。 如果这个时候,这支航母打击群,摆上一发电磁脉冲炸弹,那么整个舰队都会处于完全瘫痪状态,动都动不了。 当前,世界各大军事强国,都在开发自己的电磁脉冲武器,我国自然也不例外。 只不过,受技术,限制,目前能够作用的范围,通常只有十余米,但定点打击一艘军舰还是没有问题的。 即便是要以发破坏整个航母打击群,那么也只需要用弹道导弹,发射至舰队上空,采用空爆方式,就能覆盖整个舰队。 幸运的是,这种手段恰巧就是我军的独门绝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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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